你有午睡吗 肃清刚说啊 他从今天看算午睡 而且手上还要握着钥匙 为什么 是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天生已经没有爱因斯坦的脑子 但是呢 我们也不会去买那个脑膊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一些行为来学习 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脑力运用得更好 那据说呢 他在睡眠这方面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呢 一般的人呢 年纪大了总是睡很少 可是听说爱因斯坦非常重视睡眠 他一天睡眠时间甚至超过十个小时以上 几乎是美国人一般平均值的1.5倍 那睡得长呢 他说有助于帮助他脑袋比较清新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时候常常一直一提问题 一直想不出来想不出来 可是一觉醒来 甚至在睡梦中就得到答案了 好像真的是有帮助 那另外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他喜欢呢 午睡 就是稍微小气一下 因为有时候 他已经睡十个小时还午睡啊 因为他用脑比我们多嘛 我们有时候一整天没用脑 你就不用睡了 不不不 但他用脑用得很多会累啊 所以他还是需要小气一下 可是又很担心 因为我们以前常说 午睡睡太久 有时候反而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对 而且睡太久会头和脑胀 是 所以恩斯坦怎么样避免 自己午睡不会睡太多呢 靠的就是这串钥匙 就是说呢 据说他在午睡小气的时候 他就会睡了 然后就摊在他椅子上 然后他手上都会拿这串钥匙 因为当你睡得很沉很沉很沉 不知不觉是不是 哎呦 朗姨就惊醒了 你知道吗 惊醒了 于是后来他小睡的时间 会控制得很准 避免自己睡太久 而且这也 我真的觉得他很聪明 从这个小动作 因为这跟闹钟不一样 闹钟是我几点几分要起来 就几点几分 可是可能我才刚睡 对啊 或者我睡太久了 这个方法就是 是我已经到手睡 我的肌肉开始松弛 我开始不能控制他 就刚刚好 对不对 那还有一招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是呢 他不喜欢穿袜子 甚至有时候呢 会穿他太太的拖鞋 但是我发现呢 是不是脚趾头 比较常常伺机 也容易有大脑的活动 因为另外一个人很爱这样 叫做特斯拉 特斯拉相信呢 他常常说叫做脚趾运动 你说马斯克啊 对 特斯拉 对对对 尼古拉斯特斯拉 特斯拉呢 他就是呢 他也是会用睡前 做他的大脚趾运动 因为他相信 增加大脚趾的刺激 有助于脑力的活泼 所以他们两个人 可能英雄所见略同 大脚趾的话 吴医师 看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 这个就是肾脏 然后这个是伸直区 肾足骨头 伸骨髓伸脑髓 所以我们刺激这个拇指 还有手指的这个中指的指尖 这样子手 它是一个全息率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跟头 所以你去动脚趾 跟动这个手指 都会帮助活化我们的脑 所以呢 你看我们的手 我就常常这样子做 一边走路的时候 就可以一边做 然后还可以拍手 这个是随便让它波浪状 对 波浪状 因为这里有六条筋 六条筋脉的 紧穴都在这里 整个六个头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子动 这样子动 然后拍手指 然后这样子 旁边也有筋络 然后还有这样子 所以我冬天帮病人把脉的时候 就算寒流来 病人都会说 有一股暖流传进去 所以常常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动 然后还可以走路 用贴着脚底的鞋子走路 然后我们一边走路的时候 还可以一边摆动我们的手 然后一边波浪性的 而且可以跨大步这样子走 这个走路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 你要脚跟先踩地 然后到脚趾的时候这样子 用大拇指推一下 对对对对 推一下 我们这样子走的时候 脚趾的拇指还可以稍微压一下 哦 这样子大脑就会活化 所以脚趾头的大拇指还真有帮助就对了 是 OK 好 那睡眠呢 因为很多长辈都是越睡时间越少 觉得说好像很正常 然后可能三四点 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 对 我认为我们的大脑 没有像安逸师坦这么聪明 所以应该是不需要睡那么多了 我们一般的研究大概是六个小时 就是比较高龄的话 那六到七个小时最适合 那有的研究是超过九个小时 其实是会增加失职的风险 那他很厉害 所以他不一样 他是特殊的大 那 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 我们在私自证门诊 我们常大概有一半的出诊的病人 其实我们问一问 他说他记忆 他当然是记忆力不好来我们的门诊 对 那我们问一问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吃安眠药 也就是代表他睡不好 代表他睡不好 代表他记忆力不好 可能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那因为安眠药 尤其是如果我们三四十岁吃安眠药 可能你觉得吃了以后 好像六到八个小时 然后醒过来就很舒服 但是因为高年者 他的这个肝肾功能都不好了 所以药物其实是排泄不出去 所以你吃了安眠药之后 其实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 所以包括我们的注意力 包括记忆力 甚至会跌倒 那 所以我们大概要对于睡眠这件事情 要很清楚说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研究当然是 六到七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晚上睡六七个小时 其实是可以的 不管他几点起床 只要满了六七个小时 OK 没有错 你九点睡 那你就是三点起来 算是正常的 所以常常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时间太多了 老人家时间太多 那再加上如果你睡了五觉 因为这个是算数问题 一天只要七个小时 你就五觉睡了两个小时 那你可能晚上就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是整天加起来 六到七个小时 六到七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我们大致上 我们在门诊都会建议这样 就是白天只要休息 不要睡五觉 那 所以那个白天的课程要排得很满 那这样包括有身体动的 有 有这个可以动脑的 可以跟朋友去打牌 逛街登山 然后 晚上就会好睡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你如果没事的话就会有事 早上没事晚上就有事 是 没有错 你白天睡了 晚上当然就睡不着 所以 所以如果你有知道这个概念 你就不需要为晚上睡不着 说我失眠了怎么办 就去找医生 那 那其实安眠药本身 它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也会 有时候 安眠药吃多了 它也会因为事情做不好 所以也会忧郁症 那当然忧郁症的人 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忧郁让他睡不好 所以反而应该要反过来讲 可能要去看看是不是忧郁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就应该要治疗 所以像我有一个大概七十几岁的病人 那来也就是记忆力不好 但是给他评估 其实他就是注意力比较差 然后但是他吃了好几种药 那安眠药也吃个两三颗 所以我们慢慢把药物给调整 然后把抗忧郁的药物加上去 其他的症状就都好了 好 那中医生像你是加一科 一定很多人问说 怎么活化大脑 你有什么很简单的方式教大家 我自己的小撇步 从小时候就很喜欢 比如说还是上课 有点无聊 自己按摩自己的手指 所以我们可以 我想这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右手帮左手的拇指按摩 这样两边按压 然后再来就换边 你只按拇指 其实刚刚我们吴医师有讲 就是每一指都可以压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好像拇指这边就是特别有感 那这是基本版 就是简单的 另外一个就困难了 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个玩警察抓小偷 所以有一边有一个人拿着玩具枪 然后有五个人 然后一个被抓到了 所以过来变四个 然后再过来变三个 然后再变三个 然后再变两个 然后一个 然后零个 然后或者是 如果是这一次没抓到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先从555开始练 这个是你真的练过吗 对啊 我觉得这很好玩 还可以找别人挑战 对耶 然后四四四 然后什么时候谁被抓到 变三个 两个 一个 非常好 所以如果像我这么障碍的 就需要多练几次 可以练脑又练手 我觉得有趣 而且练反应 你等于一边要思考 是 那所以如果像长辈的话 他就觉得这就困难了呀 怎么办 就让他这样子过去 这样回来也好 我觉得可以先这样 可以先这样 这样就简单很多了 是 那之后再进阶版这样 OK 好 我还有一个疑问 上爱因斯坦的午睡 虽然说许医师告诉大家说 早上应该说白天 你不见得要睡了 但是我们也有经验 有时候小睡一下 五分钟十分钟起来 精神饱满 就是那种power nap 为什么 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 所以我们有休息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经验 其实我下午 如果我能够休息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其实就可以精神就来了 那另外一个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太忙太忙 或者是你就是忍着不要睡觉 其实你会让你的精神很紧绷 所以你到晚上的时候 你其实你很累了 但是因为你的精神没有放松下来 所以就睡不着 所以有点像在紧绷的生活当中 喊个停 那种暂停的感觉就对了 关闻回来之后来看 我们刚刚提到了嗅觉 那不知道加上味觉跟视觉方面 怎么样来刺激大脑呢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哦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